欢迎大家收看《要财财经台》的直播环节 我是谢美琪 先跟进一下上证指数方面的最新表现 见到上证,今天来说升近1% 收报是4253点 半日来计升了36点 沪深300指数,升超过1% 最新报是4584点,升62点 深淨城市方面,升超过3% 升了452点 收报是14323点 和大家看回A股方面的最新表现 都要请来我们分析员同学聊天 就是我们的市务总监国赛志郭sir 和我们分析下A股方面的表现 郭sir你好 见到A股继续向好 似乎人行方面的降准 似乎都是受大市的欢迎 但见到昨天公布消息之后 反而有点少反复 今天施法过后继续上升 其实大家对于人行方面的动作 充劲不单止降准 又来可能减息更多其他放宽的措施 你自己有乐不乐观呢?郭sir 短期来说市场真是肉霸不能 但我觉得A股累积的升幅也比较明显 上周中证监才颁布了 规管两融相关的一些严慕和发展 跟着人行就是下调银行准备金 其实两个政策 如果从正面角度来说 对股市的发展是有利的 首先来说股市的上升 会拉动两融的发展 即是做孖展的业务一定同步增加 否则成交今晚已经去到1,56,000,000,000 气氛是较刺热的 但你过分投入 中间也累积了不少的升幅 实际上来说 亦衍生了一些风险 有部分不过多时间参与股票买卖 都被股票的不断上升吸引了入市 往往会成为点心 为免股市过分投机出现不理性上升 最终一跌下来引起股民的不安 所以中正监在适当时期 都会有一些政策出来 将过热市况稍为糾正一下或者冷却一下 其实这是一件好事 但问题就是 在现在这一刻来说 如果没有夏添华龙准备金 A股的回吐会比较明显 甚至会跌穿4000以下 不过看回人行突然之间 急忙地下调云龙准备金 而且去到一个百分点 这就令到整个 想技术上调整的势头 出现了一个 转定的效应 最低限度有些人会识货 加上有些想买的 就算不高追也好 回到百多点之后 你都会轻轻买一点买一点 想沽的又不沽着 持货的又会识货 不想买的又开始慢慢买 令到大市的步伐 是会趋向于 比较断定的 但到底市 由4356点开始的回调 是属于一个高台的整固 还是一个深厚的正常的技术上调整呢 现在这分钟还是难定夺 因为 整个市势 由2月9号的低位 当时还是3049点 去到4月20号的高位 4356点 上证指数 在这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 累积的升幅 有1307点 如果你用一个百分比来说 这个是说成40多个百分比 急升过后 就算你不调整 你也要消化 也要整固 所以往后的A股可能大致上 有两个情况出现 第一 我当短期来说的高位见了之后 它是会需要消化 需要整固 即是说 上证指数 在4356点 在左紧的水平 是进行一个 是整固上落的格局 因为始终 赚钱是会走货的 对不对 但反过来 这个势头 慢慢开始阴满阴跌 那就要看看 3月24日有个低位 是4031点 这个就比较敏感 因为 当上证指数 一旦跌穿了4031点 亦都意味着 会进入一个正常的调整 相信在那一刻 4000点的防守性 都会受到考验 由于 由3049点上来 已经升了1307点 如果有个正常的调整 调整三分之一 你都要下回400多点 对不对 所以 现在 就要看看 上证指数 能不能 进一步上破4356点 如果上破 即是逐沉顶态 又再出来 欲罢不能 否则 市越升 越多资金入市去追 令到势头 真的要 盖也盖不住 但 当然 如果买盘是比较却步 或者 规范两容的政策 对正在不断 创新高不断上升的市况 是有一个规范作用 A股 可能在高台上 会处有波幅而没有升幅 有反弹而没有大胜之中 当然 最后 你一是就升破4356点 否则一定是下破 4031点 到底 这300多点的波幅 是穿头还是破脚 现在这分钟不知道 不过我相信 再看两三个交易天 我们应该得出的结果 好 观察继续观察市的情况 接下来港股方面 见到港股今早是做好的 半日来计 升了574点 收报在27669点 估计超过百分之二 国企指数同价升超过百分之二 升了295点 半日收报在14406点 见到 昨天来说港股有点调整 有点反复 但见到 有新钱的流入 金管局方面 再接23亿 有新钱 有新钱的市场 涌回香港 看到股市又再回来支持 其实资金方面 资金流方面 郭sir你怎样看 未来是否真是继续火热 钱多就真的没办法 一直有钱进来 市场就算要调整 都是欲霸不能 恒指以昨天来说 是初步跌穿10篇的平均移动线 即是 市势已经凉起了正常调整的警号 但经过今天 高开之后 暂时来说 整个市场已经摆脱了进一步下行的势头 当然比较敏感 亦都比较关键 都始终是十天线的支持 只要不再跌穿十天线 属于一个高台的整固 实际上你看整个指数 由3月 12日的低位 当时还是23,687点 去到4月13日的高位 去到28,032点 在短短4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 恒指已经升了4,355点 这个波幅 其实比去年全年的波幅更大 你想想 急升过后 有点整固消败 有什么出奇 问题 是在扎幅度整固过后 才再进一步向上找高位 还是 整固过后最终 无奈进入正常的升后调整 这点暂时说不知 要看它的走势 先看十天平均移动线 昨天跌穿了 今天回上来 就是说一天跌穿 未足以断定大市已经见顶要回落 但如果当恒生指数 超过两天或者三天 走在十天线下 这个调整的警号就正式啟动了 大家要小心 因为4月9日的上升 4月8日的上升 和3月30日的上升 都分别围留了三个大型的上升裂口 我们 3月30日的不要说 4月8日都不说 先说4月9日的上升裂口 裂口的底部是26,248点 裂口的顶部是26,732点 有484点的裂口 是放在这里 如果你说 未来市的调整 触及裂口的顶部 或者顺势回补这个裂口 或者回补部分的裂口 其实也无不可 刚才我提到 指数从低位上来到高位 这段时期已经升了4355点 当你调整0.318 调整三分之一是很正常的 你都要试下26,500 正确的水平 不过 现在看回指数 仍然咬着27,500 所以似乎是欲罢不能 不断有钱流入 对市场当然有支撑的作用 否则资金入市 他不会买得太集 多数买集中几个成份股 包括中移动 包括腾讯 包括港交所 和长和等等 这些权重的股份 这个市场一定是欲罢不能 即是说 他是想回 但是个别 例如好像 蓝车 就回得深 北车就回得深 但其他的股份 最多就是 高抬少少反复 或者 根本上就处于一个怨地踏步的状态 最终来说 亦都要看成交金额 如果成交金额是两例的话 市场穿顶 我相信不是太难的一件事 但如果你成交金额 是1800亿 或者2000亿下 市场最多维持一个传定势头 你要创新高要突围而上 机会不是说没有 但比较微 你好似 復活价之后 市场成交2,500亿 然后成交2,915亿 那些就是动力 以现在这一分钟 绝对是 不符合市场的要求 即是说 大市最多就是整顾等变 当然 任何环境 市场上下也不重要 先看10天线的支持 10天线一日未失 市场只属于一个高台整顾 但如果有失的话 进一步调整 就应该开始了 这点大家要留意 谢谢郭教授 对于A股和港股的最新分析 这期时间差不多 和你做新报 提及的指数相关资产 或者股份 自己有没有持有 没有 谢谢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到12点55分 继续有《要塞财经台》的直播时间